家庭八点党 转转发现爱 身为基督徒的你 有没有再读圣经啊 你圣经究竟读了一遍 还是读了好几遍 还是还没读完过呢 OK 你保证你自己 有活出圣经里面的生活来吗 圣经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本书 但是往往会让人半读而废 真的不是很好读 但是它不像唱诗歌 因为有时候诗歌朗朗上口 它就伴随着我们 然后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火热 所以在读圣经的部分 是否也可以有这样子的火热呢 好 我们今天呢 要教大家如何来实践 圣经当中的真理 然后我们这一集就聊到了 就是呢 圣经一定要读 但是好难哦 OK 欢迎今天的来宾 欢迎第一位 他就是超火热的神学生 我们欢迎二宝哥 大家好 超爱主的艺人蔡寒诚 超认真的传道人 Steven 超帅气的牧师 颜兴忠牧师 大家好 怡兵姐好 你好 超自信的师母 Chris牧师的太太 大姐 好的 我们在这边呢 先来看一下就是各位观众 因为我知道其实有蛮多观众朋友呢 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去慢慢认识我们基督徒的 所以呢 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 关于圣经你知多少 一就是呢 圣经在人类历史出版的书籍当中 销量位居第一名 第一名 好 然后再来就是 圣经是西方文明中最早被印刷的书 全世界80%的人可以读到自己的母语一本 它的完整圣经 那目前已经有736种语言的翻译本了 哇 我了不起 好 圣经是第一本被带上外太空的书 所以在月球他们也在看 圣经是涉及内容最丰富的一本书 包含了有历史 诗歌 预言 法律 甚至还有社会福利制度等等 OK 好的 谢谢大家 那今天呢 在现场的几位 都是精挑细选 因为坦白来说 这个有关于读圣经的部分啊 我自己承认 我是属于那种读一读放下 我上门训课的时候有读过一遍 但是有很多都已经又还给上帝了 所以今天没有关系 我也当作是一个呢 很认真的能够希望听到大家不同的经验 然后一起来做学习 好不好 在这个棚里不能骗人 要说实话 OK 好呢 别把眼目骗查全 对 是的 是的 OK 要说实话 来 我们先来一题圈插牌 请问当初开始读圣经啊 是你自发的还是旁人逼你的 如果是自发性的请举圈 如果是被别人逼着的请举叉 请举牌 好的 宝哥是自发性的 牧师 OK 是一半 OK 然后大田是自发性的 非常好 那另外三位就我跟韩晨还有Steven 对不对 我们很诚实 我们是被逼的 好吗 好 让我们有机会跟您说故事 来 先问宝哥 我是自发性的 我这个是一个 有一次去服务室 那个是我在艺人之家 孙悦叔叔也还在 然后呢 艺人之家有一个很好的活动 他们每一年会拆派一个短宣队 到莫斯科 俄罗斯 到莫斯科去宣教 去宣教有一年我就是 真的被神呼召 觉得我没有替神做什么事情 我应该去做些什么样的贡献 正好那个时候呢 也离开一份工作 有个空档 我就跟着牧师去 去了以后 哇 那个营会是很火热的 大家都很 这个信仰都很稳固 其实我去才发现一件事情 我对自己的装备是不足的 我圣经都没有读完 我也没有读通 对 没错 然后那边的 尤其是内地的同胞 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固的 有些圣经的罗马书 都可以倒背如流了 哇 他们可以引进据点 然后就 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子 背给你听 可以 真的可以 然后呢 我们自己腰杆的站不直 你还帮他垂背 轮到我们 就是装备不足 真的装备不足 后来回来之后 我觉得哎呀不行 我必须 如果说我想服侍 就是连神的话语 你都没有读过一遍 那你有什么资格 去服侍别人呢 没有资格 有道理 然后就开始读圣经 但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就是逼迫自己 很难读通 很难读通 然后那一次 我是怎么开始读圣经的 我读不了圣经 就读了一遍 真的是云里雾里 雲山雾绕 是不是 太悬疑了 那里面 感觉像外星雨一样 对对对 就这个字跟这个字 然后念到第三个字 前面两个字 跟后面这个又没有关系 创世纪都还算好读 你知道 就是里面很多故事 那时候约瑟被丢到井里面去 这个咸鱼大翻身 出来当首相 有故事可以看 挺好玩的 一到出埃及纪之后 还是有故事可以看 摩西是个很勇 很勇敢的人 很有信心 带以色列人去做些什么事 可是出了埃及纪之后 就在旷野里面 开始寻找方向 一开始讲到什么 民属纪 这个有多少人 有多少精兵 分成什么支派 完全迷糊了 在那边是最容易放弃的 对 读不通 你就出了埃及纪 就放弃了 对 大部分的人 到出埃及纪之后 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你不错 有的人埃及纪都出不来 对 是这样的 然后那时候我读不了圣经 就自己觉得自己很愚蠢 其实我就是个很愚蠢的人 我承认这一点 看不下去 就跑去问一位长老 那位长老就看着我 叫西瓜哥 他叫周克希 周长老 跟我说 你要祷告 求主来开你的心窍 我上次也提过这个话题 我说开心窍 就觉得 我们以前信一些奇异的宗教 都有仪式的 开心窍也是仪式的一种 对不对 有时候心窍前面两个字 是叫做鬼迷吗 对 鬼迷心窍 就有这两个字 不是那个 不一样 我就跟祖祷告 祖求你开我的心窍 反正长老这么跟你讲 跟着走是没错 对 暗方抓药 是 第二次我看的时候 我就求主开我的心窍 我就看懂了 就渐渐就开始 他有画面会出现 然后会让你体会到 当时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你就读通了 真的很奥秘 尤其是我读到后面发现 这句话不是长老掰出来的 耶稣复活以后 耶稣就开了他门徒的心窍 让他们读懂圣经 有这么一句 我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奥秘 后来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 渐渐他就变成 不只是一种哲学的书 也不只是一种 教导你未来人生怎么走的书 你才知道什么叫神的话语 第十四个预言法律 还有社会福利 尤其您刚刚提到说这一点 就是在西方里面 印刷他的书的时候 有百分之八成读到母语义本 我上次在上华神的课程里面 第一个老师 一个女老师 她非常的好 她有一段时间 跟她的先生 她们是牧师师母 到菲律宾的乡下 的一个火山旁边的一个民族 那个民族在那边住了上千年 但是她没有语言 她只有语言 她没有文字 他们去学她的语言之后 把它制造出一种文字 翻译成新约圣经 让他们读 所以你会看到 对圣经的传播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我们知道在这里 有一本圣经 都很容易吸收到神的话语 跟看到神的恩典 得到神的祝福 跟神修建关系 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你就知道那些原始人吧 有这么多人去服侍他的时候 想让他们认识神 中间的过程有多么的困难 对 所以说圣经是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打开的 OK 你大概花多久时间读完 第一次读的时候 读得很艰苦 在旷野里面 待了很长的时间 是 然后呢 第二次读的时候 它就开始变得通顺 但第三次读的时候 就是我们教会的门训 那教会的门训跟你讲 你课程什么时候 你要读到什么时候 还有一个账本你要签字 那是跟神签字 那你不能说读了之后 不能乱签 不能乱签 不是跟学校老师瞎懵就好了 你考试也不能作弊 然后呢 那个时候读的时候 你每一天都要读 就列出时间来 就你发现 哇 第三次在读的时候 第一次是迷糊 第二次它开始变得生动 第三次它变得精彩 哇 那个里面真的是 不可能是人写出来的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 你看第一遍的时候 你会怀疑 太多超自然的事情 真的是死人复活 我处女怀孕 死人复活了好几位 对不对 我们只看抬出去 没看抬回来的 死人复活好几位 然后里面各式各样的神迹 刚开始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是强迫自己去相信 因为我已经走进这个信仰了 第二次你会发现 这好像 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但这个是会发生的 第三次开始坚信不疑 它会一直不停在 前顾你的心形 但它不是用迷惑你的方式 是让你去承认它 哎呀 这是真的 那是一个美好的里程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应该要真的把圣经 好好读完 有有 我有 我今天敢坐在这边 好吗 对对对对 我要定下心来 要定 大田来 这几年有一个新的中文版本 叫做当代译本 我觉得这个版本 非常的白话 对 非常非常的白话 以前旧约看不懂 突然你开始看 哎好像小说 因为它是很浅显易懂的文字 然后以前那些 就是哎 简直文言文的东西 好像突然都生动了起来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舊约一直读不完的人 我蛮推荐可以念这个版本 好看 其实认真说 那个圣经 其实圣经 比佛经好读很多 是吗 你有认真说的 你说谁跟你说的 对 如果你去看佛经那些字 你其实是完全不好 但其实圣经虽然已经很难懂 但是其实 百话读 还是很好读 其实现在有那个APP 那种戏剧圣经 对 有没有 就可以放来听 还有配乐 对 对 要创作俱佳 那大田这边 那你看圣经 你说是自发性的 我是在教会长大 然后那时候我们教会的主日学 主日学是一季的最后一个礼拜 会有一个圣经大PK 那时候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是一季的最后一个礼拜 会有一个圣经大PK 就是前面十二个礼拜念的圣经故事会有一个比赛 然后我们大家就会分组 那时候小时候好胜心就很强 然后最后还有很精美的奖品 就想说我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表现为我的团队加分 所以那时候到大概十二周真的回家会认真的复习圣经 就是自己会拿那个主日学的本子翻 每个故事这样复习 最后一个礼拜就看我表现 你拿冠军第一名 对我是很喜欢 我觉得后来也是有培养说 在看圣经的时候 像现在在看我都还记得主日学老师 讲故事的那个声音 像以前看那个撒姆尔 然后我记得主日学老师他就会讲说 撒姆尔你在哪里 然后我现在每次念到那个那段的时候 都会觉得老师的声音好像就在我耳边 他好像是录音的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 原来主日学老师是波露影带给你们 好的谢谢 OK好来 Steven你自己刚刚讲了嘛 OK你是被逼的 被逼的 因为我妈妈是传道人 所以小时候 我记得我大概国中开始 因为在教会就开始当小组长 所以我妈妈就说你现在当小组长 你不能再就是你自己都 就像刚刚宝贝说你什么都不懂 你要怎么去带别人 他就开始逼着我每一天都要读一章 而且是要大声朗诵出来让他听 然后听完之后呢 我才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看电视 看连续剧 所以小时候是被逼 那后来呢也是开始进入到更多服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带领我的牧者会说 你要每一天读 而且我们是每一天都要写一篇 灵修心得 然后灵修心得还会被画红色的圈圈说 你这样子的解读是错误的 所以从大概国高中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经历 一直都是属于在好像是我一定 因为我需要服事 所以我需要去读的过程 但我觉得到后来大学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好像出于自己的一个很诚实说 出于自愿的说我要读 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都读过了 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我需要读 所以我好像已经读过两次三次 我就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再读 因为我都我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还要再读是为什么 然后会有什么新的学习 所以一直以来其实都是被逼的 那我觉得关键从我真正改变到开始自愿 是有一次在一个生命当中很困难的时刻 那一天就真的很很难过 然后很就是哭到一个就觉得 哇这个世界有种人生都有一种时刻 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放弃了你 然后你也觉得你感受不到神 然后你在抱怨很多事情的时候 忽然间以前背了一段经文 就在脑海里面出现 那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七节 然后他们说你们祈求就得着 然后扣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 那经文在我的脑海忽然间想出来 我就感觉到 我真的感觉到这一位神 跟这个圣经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是从那一天开始 我才明白 这个圣经它不是只是这个宗教里面的一个经典 它是我跟这一位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连结 我真的发现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我是被安慰的 我是有被恢复有被医治的 所以我才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建立起自己每天会稳定读圣经的一个习惯 你读过几遍 我其实算不出来了 真的吗 算不出来因为就是 会开始当你开始服事的时候 你会有超多的进度要读 就是有全教会的进度 有自己的进度 有跟着一些门训的进度 所以就是会一直重复 所以很难去计算 不大概应该超过20次 可能 会越看越容易看吗 我觉得思维的转变很不一样 过去是我在找神怎么祝福我 但我现在在找的是 我想要认识这位神 我想要认识这位神是 跟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互动的 他跟那些君王是怎么互动的 他跟那些先知是怎么互动的 到了新约之后 他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跟那些 为信主的人互动 跟那些在宗教里面 有点僵化的人怎么互动 当我开始透过这样的思维 是我想要认识神的时候 我就发现 圣经好像比过去更好懂 因为跟我开始产生很大的关系 好 有个人一直点头 韩晨 你也是被逼的 我跟你讲你刚刚说一天一张 真的是小case 你知道我那时候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是一天要读十张 至少十张 因为我们以前的牧师 很在乎圣经 跟那个基要真理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以前的牧师 他是 以前是神学院的严晶老师 所以他几乎是 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当神学院的学生在教 真的是这个样子耶 每天十张耶 而且就是我就 乖宝宝读金法你知道吗 我就说每天十张 十张来了 十张 然后有的时候呢 如果我太累 我只读了五张 我跟你讲 第二天没脸见人 我很有罪恶感 真的 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是不是 然后我隔天我就会硬读 然后读个十五张 然后再让自己多读 这样子 然后结果后来读一读 好累 然后隔天就放弃 就会一直这样反反复复 而且我们还会抽考 突然主力的时候说 好来大家 我们现在要来考试了 可以open book 对 然后但是你看到那个考卷 你会傻眼 因为就是有是非题 选择题 然后后面还有生论题 而且我们还有一次 我们教会兴起了一个 一天读四十张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给你拼了 我一定可以 然后差不多快两个月 一个半月就可以 把一整本读完 但是我觉得 我们的牧师他其实 他的用意真的是 要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去大量读经 去大量 因为这根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 你不知道没关系 但是你就是一直去读他 一直去读他 一直去读他 终有一天 你会使你想起神的话 这件事情 所以我是这样子被操练十年的 我相信很多观众现在的感觉是说 那我究竟在混什么 对不对 好 可是我认为 每个教会不一样 或者说每个牧者 他带的方式也不相同 我觉得一定会找到适合你的 好吗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韩晨 刚刚讲的这几句话 就觉得人生很沮丧 然后很看不起你自己 OK 好 来 那个信中牧师 对 您刚刚是一半 对 对 你是牧师 怎么回事 其实我从小 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对啊 我也是 所以那种就是 到底是自愿的 还是被逼的 其实没有那么很模糊 对啊 那其实真正是到国中开始 就像Steven讲的 要教灵修日记 是 哇 我以前我们每到礼拜天早上 对 开始抄我们的团契主席的灵修日记 然后我跟迅光抄的是一模一样 是哦 所以牧师一看就奇怪 怎么都一模一样 对 对我们大家说 有 感谢主 感谢主 是 对 所以以前的读经其实是这样 但是其实也是这样逼出来 所以到了生命真正患难的时刻 才把这些东西逼了出来 然后成为了一个拯救 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读多读少 但我觉得只要有读 真的它都会帮助我们的生命 我相信 是的 以前在我们家 因为我小的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跟我外公外婆住 那我外公本身是长老 然后他在国外 我他也有建立教会 所以在我们家上 墙上就会挂 比如说诗篇23篇的经文 然后爷爷也常常会 当然用一些圣经的话语 然后跟我们这些晚辈说话 然后每次听一听 OK好我们就跑掉 就是反正是很多教导的 然后我们家里面 也会有茶经班 然后我就经常 最擅长做的事情 就是发圣经 因为来的人都年纪比较大 就道对对 就道说这里有一幅更新 是一幅又要 然后接下来就倒茶水 倒茶水 就是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 对 然后也在主日学 当然我们也是会被讲到 就是说要看圣经 看圣经 但是我们都一直停留在创世纪 因为很难抄 就我们一味的中文要好 就天天在抄 然后就创世纪 然后又在抄 好 来 请问大田 就是你是自发性的这个读经 很多人会讲说他其实读一读嘛 就到了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对不对 他意思就是说出不了埃及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读经习惯 怎么样很难养成 其实我觉得要是你平常没有看书的习惯 你要读圣经本来也很难 因为阅读是需要耐心啊 像现在我们手机时代 什么通知 声音 LINE 叮叮叮一大堆 或者是你看到一个东西 我好想要查查看Google一下 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你会有各种分心的原因 所以要是你本来没有读经习惯的 阅读习惯的人 读圣经就很难 然后再来呢 我觉得规律生活 像从小牧师就会讲说 你早起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读经把时间分给神 或者是晚上结束的一天 睡觉前你要睡前祷告 跟神有个亲密的对话 但我觉得要是你的生活 本来就是跳来跳去 规律性很没办法的话 你要有固定的阅读 固定的读经习惯是难的 然后再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要有伙伴一起 要有伙伴 那这个其实跟运动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两个身体都好差 不然我们一起去运动 一起去运动 好啊好啊 那我们都很需要运动 一去那边 还是要去吃拉面 好啊不然就吃拉面 所以像我们挑伙伴 我们不要找那种说 我们都在读经上很挣扎的人 我们要找比我们爱读圣经的人 让他来鞭策我们 就说你是怎么读的啊 你的进度怎么安排 你的时间怎么安排 所以我觉得第三个 选对伙伴很重要 可是我们不会拖累 那个很爱读的那个 希望不要 希望他坚定 读出来的人 还是去吃拉面吧 OK 谢谢 好那信中牧师呢 你觉得就是 有的人就觉得读起来 很有障碍啊 对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先了解 圣经它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其实圣经很妙 它这本书 刚刚我们看到很多 哇都是这个跨世代 跨历史 对啊很了不起的 但实际上我们要了解 其实圣经 这个庭吴太后时有讲到说 圣经其实是神所末世的 这个末世很妙啊 它竟然可以有四十多个作者 然后写出六十六卷书 对 然后其实分布在一千六百年 一千六百年 我们想想看 其实一百年 我根本都已经跟你的文化 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生长环境也都不一样 但是大家四十多个作者 可以同时间对焦一件事情 叫做耶稣基督 原来耶稣基督 从旧约里面讲的是 新约讲的 他全部都指向他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圣经 它整个的 是神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礼物 应该这样讲 这个礼物 它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生活 其实它要让我们认识 自己的背照到底是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神奇的一本书 值得我们好好地来阅读 好的 好 来 我们这里有个转转大调查 OK 我们现在就要聊到了 所谓的非基督徒 他们怎么看待圣经呢 百分之五十 他们说 他们没有读过圣经 但是听过圣经的故事 OK 因为我们很确定 非基督徒都过圣诞节 好 来 百分之二十五 他们翻阅过圣经 但是百分之二十五也没有读过圣经 然后呢 这个圣经跟佛教的经文类似 都是各信仰的信徒写下的传世的书 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然后呢 非基督徒也说 故事与教化用途的书 比其他的经书评译近人呢 还有人说 再讲一段历史 让我们理解古代人的生活方式吧 OK 然后呢就是说 圣经 一本字很密的书 内容应该很像小说吧 还蛮有一些道理 戏剧对 有没有 但像我说 它里面有很多故事 我说任何的编剧 你得过什么奖的编剧 你都写不出来 写不出来 我常常这样讲 不知道对不得请牧师指证 亚当 夏娃 还有那条蛇的故事 其实那故事我觉得最有趣 为什么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 我觉得人类的罪行是没变的 上帝找了个男生 看你在那无聊 没关系 找个女生 找个女生 股中的骨 肉中的肉 你们两个要合为一体 是 好 两个很乖 结果这个女人最奇怪 女人的耳朵软 男人还比较乖 女人家一说就听 买东西都是女生 这个好像就买了 来了一条蛇 上帝说你那个树上 那个果子不要吃 吃了之后你一定死 你必定死 那蛇说 那不一定死 女生听了好像 这个车道三千必有路 咱们尝尝吧 拿起来一吃 老公都听老公 现在还是一样 对不对 枕边疯 老婆一说她就信了 咱们两个吃吧 一吃发现不对劲 对不对 这个上帝说的是对的 这玩意不能吃 吃了是有后果的 两个人躲起来 逃命 都跑路了 逃命 现在人都是一样的行为 然后上帝来了 你干嘛躲起来 叫你别吃 你为什么吃了 等等等等 爸爸 这是你造给我 那个女人叫我吃 多少男人出了事 都往老婆身上赖 尤其在外遇的时候 叫老婆出来 跟你一起道歉 到现在还是一样 就是你造给我 那个女人叫我吃 多少男人出了事 都往老婆身上赖 尤其在外遇的时候 叫老婆出来跟你一起道歉 到现在还是一样 我们说吃苹果就好了啦 吃苹果的 我们现在停留在苹果 我就觉得像这些 也许也许讲得比较续道 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发现它里面有很多故事 让我们真的容易去懂说 为什么我们的人 是因此而有罪性的 而留下了什么在我们身上 所以圣经里面有些故事 正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很妙耶 ok 我知道其实有蛮多基督徒都试着想要 从圣经找到很多事情的解答 所以他们在看圣经 比如说圣经有没有写到恐龙 圣经有没有写到外星人 圣经有没有写到什么什么 或是现代的什么 那你可以这样想 当时的人根本没有iPhone 没有iPad 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没有办法 而且有时候其实圣经它根本不是 它其实是一个救恩的使用说明书 它其实不是在解 所以它当然不会解释到会不会有恐龙 会不会有外星人等等很多的 就是有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误解 卡都会卡在这个地方 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没有 请问圣诺牧师 就是因为圣经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佛经 那当然还有像易经 那请问很多基督徒就说 对啊我都看圣经 可是也会觉得说 那我可以看其他的经吗 我如果看其他的 有没有所谓的犯罪的概念 我想圣经上面有讲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对 那其实我们会看到 其实刚刚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对 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各样经 都是一个人本主义 它是从人去探索这个世界 它去想出了一个生活方式 或者是一个时节 甚至到后来可能有些算命 那其实在所有的人本主义里面 但只有圣经是神本 它是神自己启示的 但其他的人都是人自己去想 去找出所谓的人类的智慧 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应该把神所讲的东西 先把它读懂吧 好的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边 A 苹果读经法 一天读十节 魔鬼远离我 不是十章 更不是单身的 是十章 我们讲的是节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 徐序渐进的也是好的 是 B 基律读经法 随便翻一页 这是神给我的启示 C 运势读经法 读圣经只是为了个人启示 D 语录读经法 只看扎心的 但都不看上下文 E 预言读经法 只当故事读 忽略它的历史与文化 OK 翻一页这个 我真的曾经有看过长辈 祷告祷告 你们应该 Steve已经在笑 祷告祷告祷告 然后他就把身心拿来 一翻 好 他就找一段 他希望得到的一句话 那个拐签的概念 很像 对不对 很像 然后呢 独牵狐挂 对 然后看着长辈 好像这一页没有看到 他就闭起来 再讲 又打开 第二次 再接拐第二次 刚刚没有醒乖的意思 可是你知道 有点球签 球签对 可是你也觉得蛮可爱的 好 这个应该怎么 来 你说 很多人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华人宗教的很大的问题 对 就是你好像 没一个神坛 然后你没有一尊像在前面 然后没有烧香 就好像没有做到什么 没个准 没个准 然后拿着一本圣经 觉得说 哎呀 我还是要得到神的话语 跟神的答案 但他又不爱读经 其实读经之后啊 就像你要是一天真的读四十张 这马背下来的时候 我常在祷告的时候 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声音 圣灵会告诉你 这个是很大的奥秘 他会跟你讲说 你要怎么做 你要读了很多圣经的时候 就会有圣经的话语出现在你面前 告诉你 你该如何去做 这很有趣的 但是很多人不读经嘛 不读经还是得不到这个 得不到这个 我就开始祷告 我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翻到猎王纪 这跟我没有关系 再一翻之后 翻到启示录 这个四个天使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你这样翻到哪一天才翻到一句话 是你要的呢 那是你要神听你的 还是你听神的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面有趣的就是 他如果不读圣经 就会有这样错误的一种方式 因为其实那就是华人的迷信 他在求签 他在卦 那是不对的 对 母堂 好 韩晨 这边 其实后面的我都 我其实都没有试过 因为那时候牧师就一直跟我说 读要有根有经 对 读经要有根有经 然后不能只看上下文 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应该就是A吧 苹果 狂吃苹果 Steven 你有没有 我觉得我没有用过里面的方法 但是 我之前带的学生 或是一些小主演 其实他们都有用过 然后他常常 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跑来找我说 他说 嘿 Steven 那个 我发现神要让我成为大卫 他说 为什么神要让你成为大卫 对啊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已经连续 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 都读到诗篇 因为他说 他每一次翻开就是从正中间 诗篇正好在正中间 没有翻到也很难 他觉得 为什么他每一天都是诗篇 都是诗篇 他就觉得神要他当大卫 所以就是我看过很多人是 好像是每一天我要看哪里 是随着哪里 但我自己在读经的方法比较是 我习惯把它分成速读跟言经 因为其实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方法 对 那我觉得速读的目的就是 我们要把它读完 所以我其实也蛮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很想把圣经读完的话 其实速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意思是 你快速的读过 有一些东西 你并不一定完全的了解 比如说当你读到 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 你想要了解嫩是谁 以前我们有时候会想要 我都去搜索一下嫩是谁 或是他去到以东 以东是哪里 雅门是哪里 你会一直要去查 那其实速读的目的就是 你快速的把它读过去 因为你的目的 是把它读完 相信我 你只要能够把创世纪 真的把它从头读到一遍的时候 你面的那个自信会起来 你会觉得 我读过一次了 我可以做 我可以其实做 然后你就会开始有第二次 所以这是一个速读的方法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很多东西 你可以短片的 也许就是半张好好的眼睛 用一些工具去查 那我觉得这两个方法 是我比较常会去使用的 敬佩 大田 我现在请问 因为身为师母 在家里面 像Chris嘛 对不对 你们会常常聊圣经吗 我发现他有的时候 在开会无聊的时候 他就打开圣经软题了 就是 因为反正你拿着一个iPad 大家都觉得好像很认真嘛 然后我坐在他旁边 我想说 他在读圣经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 对我们来讲 圣经是一本可以一读再读的书 像刚刚怡萍姐有问到说 大家看几遍啊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大量读经是我们很推荐的一个 因为像刚刚在讲说这里 其实都是短短的 比如说十节 一页 一节 还是一个故事 其实都是小的 所以我蛮推荐 短时间的大量读圣经 我觉得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就是大画面跟大原则 像我们就比如说 看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你看一幅画 你会觉得好棒喔 很深 很有意境 可是你当他看整个画展的时候 你就会越了解这个艺术家 他的风格 他的色彩调性 所以我觉得大画面 大原则是非常好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神的话语可以充满你 我就记得说 在我生第一个小孩之前 我刚好正在进行我自己个人的读经 然后我那时候已经读到第三天了吧 就是三天都已经在读圣经 然后生小孩的过程当中 你头脑里面在跑的就是诗篇 因为你前面 对前面你在读的时候 因为诗篇很长嘛 然后你在痛苦的时候 在难过的时候 觉得很难度过的时候 你的头脑里面 有很大量神的话语 所以我觉得第二个让神的话语可以充满你 只有我们透过大量的读神的话语 然后是长年累积下来的 可以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刻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分别出来的心灵度假 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就觉得 最近好累好需要去度假 可能想要去吃一个好吃的食物 疗愈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当我们静下来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其实那个对我们心灵 是重新一个更新的感觉 比如说有一些想法是很负面的 有一些感受是很暗黑的 但是你重新去聚焦说 耶稣来到世界上不就是拯救我 可以不用活在这样的生活 不用活在这样的思维 所以我觉得分别出来的心灵度假 那第四格呢我觉得是最有趣的 因为旧约比较有挑战性 这边读完耶稣就要来了 进新约就会比较容易了吧 然后你就会很期待耶稣可以来 等到耶稣来了之后你就觉得 Yes 对 就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 因为耶稣来了就改变一切 然后你在读新约的时候 就读到最后是在启示录 因为你已经跑了一个 像是圣经马拉松到最后 你在读最后一节的时候 你真的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阿们 主我愿你来 就是跟着那个作者 跟着圣经 跟着圣灵一起这样子 呼喊出来 好 信中牧师 我们常常有一些基督徒朋友 因为他们真的是 对于圣经倒背如流 然后在谈话的时候 就三部五师就很喜欢标经文 你知道 然后就可以这样聚系迷 然后就是每个字都不漏掉 对不对 然后所以就会让很多人 也觉得很有压力 然后在教会里面 你也觉得说好像他就是优良学生 就一副好像他就是前排的 然后后排的 牧师都不想看我一眼的感觉那种 对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样子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多人 背经文都为别人背的 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来论断别人 对啊 你做什么错事啊 你为什么这样的 对 然后甚至是连夫妻吵架都可以用尽 有有有 对不对 然后丈夫就跟妻子吵不过妻子嘛 就说你 我是你的头 我是你的头欸 对 对 你要顺服我 对不对 那妻子如果没有好好读经的话 她就不知道说那你要爱我 如同基督爱教会 要为我舍命 对 所以大家都在用经文在彼此的 其实经文其实是要 回到刚刚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对 于教训读者勉励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艺 是教导自己 对啊 对不对 练进自己 是的 修剪自己 没错 而不是每次想要拿起一个东西来 然后去修剪别人 所以圣经上面不是讲说要在爱里说诚实话吗 对 然后基督徒大部分都是非常诚实 但是没有爱 没有爱 对 所以呢公义的这一面太明显的时候 就是一直想要好像以为这种叫做 叫做帮助别人 对 就好像父母亲有时候管教小孩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用一种掌控说 我是爱你我才这样做 我是为你好 我为你好 但是孩子感受的是掌控的情绪 感受的不到那个真正要教导他的东西 好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尽量的让经文成为你自己的帮助 不要去好像要限制别人 律法主 对 耶稣常在骂那个法利赛人 在那个耶稣在传世的环境里面 很多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耶稣讲了一句话 他说法利赛人把那个所有的重担 都堆在人身上 自己跟手指头都不动 为什么呢 就是我告诉你律法是这样的 你要这样遵守那样遵守 做一些想一些他 大家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自己也做不到 跟你讲你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一直不停地数落你 其实基督徒不需要被数落的 看完圣经才知道说 其实神有定下很多的规矩 人能不能做到 并不容易 说真的是不容易 也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 他告诉你说你该这样做 但是我因为我很爱你 就像父亲爱孩子一样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包容你 其实后来我看圣经难读是真的难读 是不是从新约开始先念起 像师母刚刚所说的 先认识耶稣 先了解我们的信仰是充满了爱的 耶稣也讲说律法一条都不能废去 你们真的要守规矩 但是你要先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神 爱主你的神 而且爱人如己 爱你的灵舍 都是什么事情都是 我们就吃点亏 然后我们这个 我为你而死我都不怕了 然后甚至我死的时候 耶稣说这个 神赦免他们 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 他是这样一个个性的人 这么柔软 再去了解整本圣经怎么回事的话 圣经就变得好读了 先认识我们的耶稣 然后再去认识整本的圣经 未来才能够办法 就是整个去理解他 而不用用硬背的方式 好可怕 40章我也背不下来 他背下来了 他也拍一拍手 但是其实老实说 我后面其实是有一个转变的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以色列的牧者 来我们教会 然后那时候我跟神祷告说 主你说你爱我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爱是什么 隔天主日的时候 他就透过那个牧者对我说 I love you 然后接着又说 我已经原谅你了 然后再来他又说 你已经很完美了 过去的习惯我也就是 一天十张一天十张嘛 然后没有读 然后又要逼自己读 然后我也想要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就是跟个性有关系 对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做梦醒来 半梦半醒之际 我就是好像隐隐约约的想起了那个 耶稣在那个船上 就赐责风浪的那段经文 OK 然后就突然 就是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 你要的不是赐责风浪的能力 你要的是能够赐责风浪的那一位 以至于后来就是我读经的时候 我变得非常有动力 我那个动力不是说别人要逼迫我 或是我一定要怎么样 要达到什么期望什么的 No 而是我想要认识他 OK 好 然后呢 在这边大家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来 就是 在读圣经之后 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呢 当中有人回应就是 会呀 会更认识神 指导他的心意 然后培养属灵的眼光 还有会会会会 因为圣经的话语会成为生活上很棒的提醒 好 然后呢 说活圣经才会 好 然后呢就是读过都说 怎么不早点读 然后呢 有人说不能 在神的标准之中 哪里有好人 牧师可以待会解释一下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座都是好人的 OK 然后呢 然后这里还有说 No 可以做更好的人 因为呢所有的准则都在圣经当中 然后读经让我们更像耶稣 然后这里有写的 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但读也是第一步 后面还有一个这里写的说 可以 但是要记得自己不是最好的人 所以还是要谦卑 OK 以上皆是 对不对 都讲的都正确 真的对 是是是 那所以那个 说我们有没有可以 说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他说 神的标准之中 哪里有好人 真的吗 神的标准之中 哪里有好人 真的吗 对啊 其实在旧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 神的荣耀就是一个标准 嗯 当我们没有郑重这个靶心 其实我们就是失去了他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嗯 所以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好人 对 但是关键 关键就在新约这件事情发生了 是 就是耶稣基督他来 他是全然的好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付上了代价之后 他把所有的坏都转到了他的身上 嗯 他把所有的祝福生命都倾倒下来 对我们 到每一个人身上 所以到底有没有坏人呢 其实我们仍然可能还是坏人 但是因着我们披带基督 我们全然在他面前成圣了 嗯 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解释 对 谢谢 好 最后请问各位 曾经被哪一段经文帮助 短短的一段 短短的一段经文 每一段经文其实都鼓励了我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讲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段很重要的 要常常喜乐 嗯 嗯 这个祷告 凡事要谢恩 我觉得在这里面很重要 我不是个快乐的人 我从来说不是个快乐的孩子 童年很糟 因为童年不快乐 一辈子在移植这个童年的不快乐 但是呢 神让我们在任何处境之下 因为有主的关系 让我们要常常的喜乐 我觉得我提醒自己这点很好 我今天变成一个比较开心的人 我还逗人家开心 嗯 那还有就是这个不住的祷告 我每个礼拜三 去我们台北101教会的祷告会晚上 坐在那边90分钟的时间 一边敬拜 一边拿着圣经呢 跟神之间好好的聊聊天 我发现哎呀 跟神坐在一起的时候 是多么的舒服 还有一个呢 凡事谢恩 是好的坏的 我都谢恩 我以前是一个很会抱怨的人 忽住的抱怨 这不好那不好 看别人不好特别容易 看自己不好呢 不知反省 神饶恕了我 但我那恶行还在 所以我要常常的谢恩主啊 是你救了我 所以我觉得这句神经 听着我最多的鼓励跟高谋 跟大家分享 谢谢 那韩晨你呢 就我常常用这句话去提醒自己 对 我觉得也是因为 就是在演艺圈里面嘛 然后身为艺人 我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说 这东西有没有导向耶稣基督 有 那我做 我说没有 那我不要说 这样子 谢谢 那Steven刚刚一开始 其实已经有先讲到 对不对 对啊 我最 我觉得对我生命当中帮助 一直不断 常常还是会提醒我 就是马太福音的七章七节 他这边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那我觉得在这个经文里面 这个经文其实转变了 我对信仰的看见 就是过去 我以为这节经文告诉我的是 我求什么 神就会给我 但是在这个门的后面 其实有神祂为我预备的 那个可能不是我 不是我原本期待的 但那却是神要给我的 这是我在这个经文当中所学习到的 谢谢 那大田呢 我记得那时候刚生 第一个小孩 那我就记得有一天 我坐在我们家客厅 客厅那时候 那时候的家有个落地窗 然后台南的阳光 就这样子洒进来 在我们家里面 然后就觉得 哇 风和日丽的一天 那我就坐在餐桌上面 小孩在里面睡觉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阳光 就想着 那时候 就是你知道 因为睡不饱 对 然后想法很负面 就小哭哭的那种感觉 但我们家桌子上就出现 就是有个杯子在桌上 然后杯子上面就写着 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就觉得马上看到那个经文的时候 是 好像就一个神的鼓励进来说 你哪里软弱 哪里会有刚强 在你需要的时候都有恩典 天不会塌下来 因为天父会顶着你 所以你只要想着 恩典是够你用的 不要一直焦距在困难的事 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谢谢 新章牧师 你应该经文更多 但是我想就请你 告诉我们 建议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读圣经 其实圣经呢 是一本情书 它是神写给他的孩子 他所爱的 的一封情书 是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在读旧约的时候 看到有六百多个规则 其实我们自己想想想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你不要碰这个 你有怎么样 然后这样说最安全 那可能这个律例在 人的解读里面 有时候觉得是限制 但是从父母的角度看到 其实它是一个爱的语言 所以耶稣要来 耶稣要来在新月里面 祂带出了整个爱的氛围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在读旧约 在读新月的时候 你要先懂 这整本书是一个情书 所以当你读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 你都会发现有甜味 然后你会感受到那个被爱 然后被包围的感受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经文 就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所以我鼓励大家 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带着一个眼光 就是你是被爱的 是 我常常跟我先生说 对不对 贤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啊 厉害 是不是 我比珍珠更可爱呢 对 对 对 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在人生的生命当中 我们生活 我们难免真的会遇到挫折 但是呢 凡事相信耶和华的人 对不对 我们必得着 其实有很多的担忧 其实事实上 耶稣上帝已经为我们扛起来了 好 然后信中牧师也说嘛 对不对 透过圣经我们来认识神 同时要提醒自己 变成更好的人 然后圣经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情书一般的话 你要理解 每一天的约会 就是你和圣经的那一段时间 不论多寡 但是能够持之以恒 好吗 你要成为一个好情人 我们也希望上帝 会喜欢我们这个情人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你们每一位 OK 来 要成为光 成为何语言 我们努力 OK 谢谢大家 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